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晚上又是我們那個來點光明燈的時間 一樣是我們的那個鄭諾同學 耶大家好我是小諾諾 對諾諾今天又來跟大家一起點燈了 對 來講一些話題 我覺得今天的那個主題啊 我覺得我們兩個會講得很神奇 有這麼嚴重嗎 我覺得還好啦 可能我個人吧 你感覺很勁爆是不是 吃不到勁爆了 然後開始有一些哽咽的聲音 吃不到勁爆了 開始哭這樣子 沒有我跟你說 因為我們今天就是我們在討論要講什麼的時候 我就跟那個諾諾說 我覺得我想要講一些就是 因為這個主 深層一點是嗎 起的時候是他起這個頭 就說也是很瞎的感情經驗 對 我就想說 因為我跟你講 因為戀愛人人都愛談 然後呢 人都愛談之外你就很容易 就就算你自己不發聲 別人也會想要跟你分享 譬如說你的好朋友或什麼 真的遇到一些很鏘的事 他也會想要跟你講這樣 我真的很多人很愛跟我講感情的事情 因為你看起來就是很會保守秘密的人 我覺得 我確實是一個 我不是會那種隨便跟人家講 但是我今天講出來是不是 他可能講說我把他的故事講出來 對啊 大家只是會肉搜你的朋友 哈哈哈 應該不至於啦 我是有一個很好笑的 一個故事 很荒唐的那種感情 蠻荒唐的 但是也不算是很狗血的那一種 對 反正就是我大學同學 嗯 有一個男生同學 嗯 然後我們蠻好的 那時候我們全部人都在 猜說 欸他到底是喜歡男生的女生 對 那因為他其實就很明顯 他就是喜歡女生的嘛 對 對 那他也是都交女朋友 對 結果到了畢業的時候 那大家是不是都各自忙自己的事情 對 有一天呢 我在看電視的時候 剛好 他那時候的大學的女朋友 是現在有在 嗯 活躍的 上節目的人 我懂的 他就上 電視上看的到的 對 節目上看的到的 然後他就在講說 當時他遇到的一個感情很嚇的事情 那時候我就很錯了 因為他就說 他發現他那時候的男朋友變成 同志 然後他很驚訝這樣 哦 然後我好像藏在D咖上面看到這類的文章 對然後我就在電視前面 我就看他看 我就說真的假的 然後呢 因為其實我大概知道 是有誰這樣子 後來我就問我 我們那個群組裡面的人 說 怎麼會有這件事情 然後就很多的驚嘆 好 對 可是後來那個同學他 那個男生同學他自己也很豁達 他就好像是 很接受這件事情這樣 因為有一次 我另外一個同學也是跟我講說 他有一次在做一個 一個同志的派對 對 然後他在做幕後 他就看到那個男同學 從遠處拿著一瓶酒說 好想交男朋友 所以他是徹底的被掰彎了這樣 對 我覺得他應該也是在探索自己到底是 要哪一方面這樣子 對 所以我覺得很訝異這樣 但他現在也很坦然 不過現在這個時代好像就 這些事情發生的頻率也很高啊 就他也不是 不是那種像以前不能講 或不會發生的事情這樣 對 但是我們全部人就想說 那那時候為什麼他會交女朋友 而且交很多女朋友 那那個女生怎麼 心裡怎麼想 你們後來有去關心過那個女生嗎 那女生就節目講得很豁達 然後他就 他應該也是蠻不爽的吧 因為他說 他那時候有跟我們偷偷的argue說 他怎麼只有跟他牽手 親嘴抱抱這樣而已 因為你知道 就沒有往下發展 大學生嘛 對啊 怎麼會沒有這樣之類的 但是我 我比較好奇就是那些 從直被掰彎的男生 之前交的女朋友心裡都在想什麼 應該是很歐吧 好想要做一整集這種 你是不是要訪問一下台平 想要訪問一下那些女孩子 特別邀請這樣子 我覺得D咖上面應該找得到吧 可能會有 我自己身邊就很多朋友是這樣子 我遇到很多那種 我個人遇到的比較偏愛說謊類型的 我不知道 我覺得我好像很容易招 招惹這種 小聰明的人 就是 最後都會被你發現就對了 不是我跟妳講那個真的很瞎 就是呢 因為我們那時候在一起 其實已經有一大段時間了 大概在一起第二第三年這樣 那也算久耶 然後因為他是做保險 然後他就說他要到 台中的某處去上課 那上課他就說 我就說那你住哪裡 就是你稍微關心一下嘛 正常 台中住哪裡這樣子 我說你在台中住哪裡 他說我們住在那個宿舍 就是他們 他們集體訓練 對 因為你上訓練課程就會有宿舍嘛 然後我就心裡想說 也蠻合理的 然後晚上也都還會打來 10點11點打來說 欸今天怎麼樣啊 講個電話 我後來回頭想 我都覺得那些電話 只是確認 我不會再打給打給他而已 你懂嗎 他只是聊多久 終於是聊多久 就大概10分鐘20分鐘 他只是要確認一下 你今天在幹嘛 或是 就是安心的感覺這樣子 我覺得他就是在 告訴我說他今天很累 他要睡覺 然後晚上再跑出去玩 然後呢 後來我會發現原因 是因為他回來之後 因為我就去他家嘛 然後我就發現 我在他桌上 就是 但是 我也想不透 怎麼會有人這麼不小心 嗯 就是呢 他他就有一張 台中某飯店的房卡 好尷尬 然後那個房 那個 那個 我會知道那個飯店房卡 是因為 我們一起去 台中玩的時候 也住那間 然後 因為我很確定那個房卡 絕對不是那一次拿回來的 因為距離 已經隔很久時間了 可是怎麼會拿的回來那個房卡 他就是忘記 一定是忘記啦 可能放在口袋裡還是什麼的吧 那你是那種 你會為了這件事情 我馬上問 真的假的 然後他就給你一些爛理由 他就說 沒有 這是上次的 等一下 你是很直接的問 還是就是會拐要抹腳這樣 我不會拐要抹腳 就是超直接問 好尷尬 那他不是很尷尬 你應該也很尷尬 我才不尷尬 又不是我做錯事 可是因為有些人他的心 他會覺得 但是因為這是一件沒有證據的事 你知道嗎 就是他不可能還有什麼證據說 後面發生了什麼事 或是你真的去住了 因為 你也不可能真的去查 把他入住證明 我不是真信舍 那如果他承認呢 他就真的承認了 承認我就跟他 先不要 先 搬回自己家住啊 哈哈 有大吵嗎 因為那時候我 吵架喔 我其實是不太吵耶 我比較屬於 冷處理 冷的那種 我覺得冷處理最可怕耶 是嗎 對啊 因為你這樣正面對直 可是我發這個脾氣要幹嘛 他也就已經發生啦 可是後來你們還有聯絡嗎 還是就 完全沒有 就那一次就不來了 他是我在一起最久的 但是我現在就是跟他是完全沒有聯絡 然後 就算見面 我們中間有見過幾次面 我都當空氣 他跟我打招呼我也當沒看到 然後他加我臉書 IG要加回來 我通通都取消 對 喔 這樣講講會想哭嗎 不會 已經過很久了 對 我比較偏這種 可是我只有對他是這樣 因為我 我不算是那種 對 對 曾經交往過 或是對另一半很苛刻的人 我算是很 我很寵溺 所以你就是當下會不高興 可是久了你就覺得就算了這樣 因為我是一個很寵溺對方的人 然後我越長大我就越覺得 我好像應該要找一個比較喜歡我的 你的寵溺是什麼方式 寵溺 就是我對他是真的很好啊 會有金錢上的支柱 當然那個倒不會 不會 那個我很理智的 反正就是生活起居上 但送禮物或請吃飯那種 我是很OK的 對 請吃飯這樣子 請吃飯 或是他來我就煮 你就吃就對了 喔 反正就是生活起居上 負責照顧他這樣子 對對對 可是這樣子的人都比較容易受傷 對不對 是嗎 好像是吧 因為我自己也算是 比較想要照顧別人的人 因為我會覺得 這個人如果他決定想要跟你在一起的話 你應該要單起一個可以 照顧他的那個責任 所以有時候會把很多壓力都壓在自己身上 這樣 我是傾向 我也有遇過這樣的 但是我會傾向 我會傾向 因為我講的是兩個人的個性 因為他需要分擔嘛 就是如果你需要互補 那兩個人就必須要有一些相同 也要有一些不同 嗯 那我覺得不同的那個點就在於說 其實我 我覺得我是一個彈性很大的人 嗯 我只是在乎這個人的個性善不善良 如果你要怎麼看他善不善良 那就是相處才知道啊 喔 對啊 我看我真的是 十之八九都會遇到說謊經耶 或是你會遇到那 或是我會遇到那種 呃 相處的時候都還覺得還不錯 但是 在一起之後你就會發現他其實是喜歡你的背景大過於你 就是某個事件這樣發生讓你發現 對 就是你知道其實 譬如說像我背後有很多 對 譬如說做幕後的事情 我認識很多人 或是對 什麼等等的 這樣是不是被當工具人 我有被當過 而且就在去年 對 這麼近啊 這個事情這麼近 對 然後我就覺得很生氣啊 就是 而且我那時候跟對方把話講得很絕 等一下 那你講都是用文字還是面對面 這個是打電話的 這個是打電話的 就是他 就是 我發現他 跟我在相處的時候同時還有另外一個對象 然後 是他 跟我講 因為他 隱藏得很好 因為我不是那種追很緊的那種 就是我也不會 對 一定要知道什麼 或是你想你想要 背對我傳訊息或是什麼 其實我可能有意會到 但是我就是不會去追問說發生什麼事或偷看手機或幹嘛 我都不會 對 就是我不是會為難自己的那種 然後呢 總之他就 因為那個疏離你是感覺得出來的 對 所以我就是有點像是在這個疏離的時候 發生 呃 因為發現這個疏離 所以我就先退後 你先做一個 我先 我先預備自己不要受傷的動作 所以我就離他遠遠 那他不就發現嗎 他就發現了 但是他就是順著這個 因為我覺得這是他想要的結果 所以他想說 要由你先出發 對 然後 我剛好我也不算中計我就是 因為我就是這樣的人 所以他可能算是了解我 然後呢 當我們 有 大概 一個月沒聯絡吧 有一天他就 我跟朋友吃完飯 那時候還沒有三級警戒 嗯 一二級的時候 一級的時候 對然後他還打電話 我重新去離開 對 然後我要回家 我本來都做 想說做個檢車一百出頭 嗯 然後那天打給我 然後 他載你啊 沒有他 我跟你講他本來是想要開車來找我 嗯 然後我就說我不要 我不要見你這樣 然後他就說我有話想可以 怎麼好像是有點 那種在灑內的感覺 哈哈 沒有沒有沒有 他是 他是來道歉的 因為他是邊哭邊講 他就覺得他 這麼嚴重 我跟你說 因為他發現那個對方把他當成工具人 然後他就跟我 然後他把你當成工具人 然後他就跟我說 他覺得很 因為他已經 因此受了一個很大的傷 嗯 所以他才打電話來跟我道歉說 我當初不應該這樣對你 好 然後我就跟他說 其實你現在跟我講這些 沒有什麼 就我都冷冷的 對 因為我已經 我其實都想清楚 當他打電話給我說 我要講什麼 然後我就跟他說 其實你已經錯過我們這輩子 最後的機會了 因為我們不是第一次 因為我們不是第一次這樣子這樣 天啊 那你都沒有哭這樣 你就是很冷的這樣這樣 這個對象我沒有哭過 對 可是他也怪怪的對不對 他的思想在想什麼 我覺得他就是有點貪心 就是他都想要 然後他年紀也很小 然後他年紀也很小 然後你年紀也很小 這到底是多小 就差不多 小五十幾歲那種 所以你是可以 你可以接受的這樣子 我沒有在看年紀的 對 那思想上會有不一樣吧 例如說 我可以接受啊 一些價值觀 我也蠻思想也蠻新的啊 你是不是屬於那種 全然可以配合對方的 我很可以配合 對 就是如果他今天喜歡一個很幼稚的 你就跟著一起喜歡幼稚的東西 我只要兩個人過得快樂就好 可是你這樣就很容易會受傷 可是我不會勉強自己 譬如說像我就是一個不打手遊的人 如果 對方很喜歡打手遊 我就會放他去玩手遊 我會做我自己的事 那你會想說 如果他說 那你要不要跟我一起試試看玩玩看 了解一下 會嗎 你會嗎 還是你就是 沒關係你就玩你的 對對應該是比較偏像這樣 或是我去煮飯 對 或是我去 找朋友 對 你打完再來找我 類似這種 可是這樣他們就會很容易會那個啊 就是 或是我可以看電視 如果你硬要人在旁邊的話 欸可是這樣很容易會讓他 欸去找到另外一個人跟他玩 然後可能他們就玩得很開心這樣 是嗎 這個醋我不吃 喔這就還好 因為我勉強不了自己啊 喔 對啊 那你還算是稍微理智一點啊 我很理智的 對 我自己就是有時候會很不理智啊 就是 我也是屬於你這種就是 對方喜歡什麼 我覺得我跟著一起喜歡 嗯 然後例如說 他不喜歡的東西 他不喜歡吃的東西 我跟著他不吃欸 對 然後好的東西我一定會留給對方吃 喔 就是我可以自己不吃 我比較不會 我會 我會傾向一起 喔 你比較不是屬於 你是屬於奉獻 但你不會犧牲自己 但是我 譬如說像 因為像我個人不吃牛 但是如果對方是想要吃牛排的 我會料理給他吃 我OK 那你不吃就好了 我不吃 欸我曾經跟那個 而且風險 風險對方要承擔吧 我又不能試味道 對啦 也是欸 對 不過通常料理不會太差啦 這倒不用擔心 對 也是 笑死 好啊 欸先先 先這樣我們待會廣告回來再繼續 因為 我覺得每次聊到感情的事情 我真的怒氣沖天的時候都會 不會啊 你剛剛講的還蠻自然啊 故事有點太多 哈哈哈 但因為我真的 因為我跟你說 我是一個無愛不歡的人 我非常 喜歡談戀愛 我覺得那是我生活的全緣這樣 那你單身最久是多久 如果不談戀愛的話 我想一下喔 因為像我現在就是單身 我30到38歲 嗯 這8年都是單身 那真的很久耶 幾乎都是單身 只有一個 但那個我 曖昧的 我覺得不算 也不算曖昧 但也不算交往啦 但時間很短暫 對 所以就 喔那真的很久耶 我在算的時候不會把他算進來的那種 對 所以其實有 他應該也不想被我算進來的那種 哈哈哈 對 總之我覺得單身了很久 嗯 對有過七八年的那種 反正你就是 嗯 因為你剛剛說你是可以一見鍾情的那種人嘛 對不對 我覺得我的第一印象會幫我加很多分 你的第一印象是要怎麼樣 沒有就是我那時候會覺得 不是 不是就是感覺 感覺啊 對我超級不外貌 可是感覺是不是要用靠講話跟相處才會感覺到 對 因為如果你不認識他你沒有講過的話 你根本感覺不出來 對 因為我超級不靠外貌的 就是我不太在乎他的長相 那有什麼條件嗎 例如說 嗯 不要太怎麼樣 或是頭髮一定要乾淨啊 不用耶那個都還好 真的喔 感覺這樣子 感覺這樣子 所以你是屬於感覺派的 我是超級感覺派 那這樣一定很容易受傷 因為心思細靈 我就是很有可能閃電結婚的那種 就是我在一起 然後我把熱戀期留在新婚這樣 那你有曾經有一度想要閃電結婚的嗎 嗯 沒有 就不管說能不能結這樣 沒有沒有沒有 目前都還沒有 那你一定很期待就是如果突然你有一個人會讓你 可我已經 以我現在的年紀我是沒辦法耶 為什麼 越來越覺得先談戀愛再說 就是開心這樣 對對對 可是如果對方想要 然後我覺得我們的生活步調不錯 我可能會考慮 那如果說經濟懸殊太多呢 經濟我不在乎 哇塞你要奉獻了是不是 也不不至於 但是我覺得對方如果是養得活自己 然後我自己 我當然比較 如果比較好過的話 那如果他養不活自己 那個我可能會考慮一下耶 你說考慮不要照顧他是不是 不要不要 對對對 因為那個 因為我以前遇過這樣子的對象 你說就是真的是 我還遇過那種開口跟我借一大筆錢的那種六位數 我跟你講你這種在感情中一定會借的 我都沒借 你都沒借 那你真的算理智的人 我沒有 對 六位數很多耶 我沒有要借啊 誰要借你錢 哈哈哈哈 是因為感情還沒到達一個點 也不是 那個我蠻喜歡的 但是我覺得這樣不行 因為一借再借 我知道這樣不好 哈哈哈哈 對 是喔 不行了 所以其實你的感情的 目前都是不開心比較多是不是 你現在是在訪問我 欸對怎麼變成這樣了 沒有我可以啊可以啊 但是感情喔我想一下喔 我不會耶 我的 大概30歲以後的都是快樂的居多 嗯 對 因為我們剛剛其實有聊到說 會不會跟情人出國嗎 嗯 因為你說你有不開心的經驗 因為我自己是有不開心的經驗 對 就是那時候去日本 對 然後呢我想說 去日本好生氣喔 日本那麼值得玩的好好玩的地方 而且終於是 我們兩個人想說 我們就不要跟團的那種 對 因為反正日本應該OK啦 因為他們也有漢字吧 對 然後那時候我們是請那個 旅行社的一個認識的姐姐 嗯 幫我們規劃一下 就是哪裡可以去哪裡 然後票先幫我們買好 嗯 我們就拿著那些收據去取票就好了 嗯 或去飯店這樣 對 結果我們下飛機之後呢 我心裡想說 反正英文也OK嘛 然後 又有漢字應該沒問題 嗯 結果我們一到地鐵呢 想說應該OK 就 地鐵超難超複雜的 我以為說像台北捷運這樣子 沒有 幾十萬條吧 真的哇 我看到那個 我想說到底要怎麼搭 但我跟你說我第一次到日本的時候 我也是被那地鐵嚇死 真的是下風耶 對 然後我想說 好沒關係冷靜一點 你從陳田還是羽田下 呃 還是你去大阪 我那時候 第一但是去 東京 東京 北海道是北海道 哦 北海道已經算不難的了 真的嗎 對 我那時候是北海道 然後呢我就看看看嘛 然後他就有點不高興了 嗯 他就覺得說 為什麼我們都已經請那個姐姐幫我安排了 為什麼 你怎麼還看不懂 沒有他不是生我氣 他是生他自己的氣 嗯 他就覺得說為什麼那個姐姐沒有處理好這種事情 這種更難處理 然後他就在原地生氣你知道嗎 嗯 然後我就說 欸沒有你過來我們看一下這個線怎麼搭 對 那有漢字吧 嗯 他就說 沒有啊 我覺得這樣很不妥啊 就開始原地生氣你知道嗎 你是什麼星座我忘記 我是牡羊座 牡羊那他是什麼星座 他是金牛座 哦 然後我想說 那怎麼辦 那我們在原地嗎 對 還是要直接搭外面的計程車 對 因為你應該是想要move forward 這樣 然後我想說好沒關係 結果他在原地打 打到台灣電話 然後去原地罵那個姐姐 不行啦 對 然後我想說 應該是先解決問題再說啊 你之後再跟他反應一下怎麼樣處理 對 然後他就是有點失去理智 那因為你知道牡羊座 我到後面也覺得 嘖 要不然 我們乾脆現在就折返好了 嗯 所以那個第一 第一個下飛機的那個點 就心情不好 真的然後後來就開始 當然他後面也有說 抱歉我剛剛太急了 但不行你那個脾氣一發後面就毀了 對那我想說 我那我想說好 算了沒關係 我們就沿路這樣逛逛逛逛,結果後來呢我們到了晚上覺得肚子很餓 然後我們兩個人想說去他們那種當地的那種小店 那種日本小吃店,對他們很流行嘛 然後一進去呢,哇那個煙超多的,他們日本人完全不怕那個油煙味 然後又很小,因為你吃烤串他就會超級多油煙 而且他們是完全沒有在排那個油煙的 因為日本是分醃製,因為他吃飯的地方可以抽煙嘛 對對對,然後後來因為就搞了身上,那時候冬天啦 搞了身上的那個大衣都是那個烤肉味 然後不穿又不行,北海道冷的要命 然後他就生氣了,回到飯店呢他就看他的那個衣服就很生氣了 那你就噴那個啊,飯店裡面不是都會有那個煮臭嗎 真的,我跟你講日本的飯店真的很專業,我打開那個衣柱角落就是一個去,對 然後後來我也是這樣幫他噴完之後,他還在生氣 他就覺得說,他這個衣服那麼漂亮這樣穿一穿 隔天就是那個烤肉味,他就不爽了 那你再去別的烤肉店就好像流不出來 沒有,後來就是隔天再去買一件新的啊 太過分了啦 所以就是,整個就是一直在,喔 這個我不行耶 就一直受氣你知道嗎 我有,我想一下啊,我有曾經跟某人去過日本 但是,但是經驗不是差的 因為對方不是一個很愛抱怨的人 對方就是一個蠻逆來順受的人這樣 所以是你的生氣嗎 我沒有生氣啊 喔就是都是開心的 我那次經驗是好的 真的耶 對,就是我覺得那個對象是一個很好的旅伴啦 就是他是一個很好的室友或旅伴 但他可能不是一個很好的情人這樣 這樣也很尷尬耶 所以我就沒有繼續 對,後來我就沒有繼續了這樣 喔,我是一個提分手魔人耶 真的假的嗎 就我在心裡想清楚了,我就跟他討論這樣 但你的討論是,你會說你覺得我們還適合在一起嗎 對對對,我會講得很直接 還是你會說我覺得我們要分開 我的說法可能是你心裡怎麼想這樣 就如果要分開的話你心裡怎麼想 那如果對方說他不想分開呢 我說好,那我們就再磨合看看 但我覺得我們需要有一點改變這樣 可是突然這樣想那個兩個人的關係相處上就會 我會拉,我會先冷靜個幾天這樣 那如果住在一起怎麼辦 就要先分開做 我現在已經沒有再住在一起了 欸我跟你講我以前就是追求要住一起 然後感情就折损得很快 真的對不對 對,我後來發現不行 還是要一個各自的地方啦 分房 就是即使要住在一起也要分房 我覺得 但當然還是可以睡一起 但是我覺得盡量能分房這樣 我是覺得要兩個不同的空間欸 對,或是兩個人各自住 然後可能一個禮拜見個幾次 對,就是去誰家住 或換誰家住這樣 對阿 我也比較傾向這樣 嗯 現在的模式比較不會那麼黏膩 我跟你講我最近剛好正在一個 就是感情的轉換期這樣 什麼意思 我的轉換期就是 我對戀愛這件事情的比重 在我的生活又再降低了一點點 就變工作比較多嗎 嗯 不是是 我更喜歡我自己了這樣 喔 對 可是那這樣子 因為你說你覺得 談戀愛是讓你一種 全員還是什麼是不是 就是他會 讓我的生活很有動力啊 那你這樣會 對 變得是比較 例如說 冷靜一點或是怎麼樣 對,比較冷靜 就我不會 比如說有些事發生 我不會急著想要先跟對方講 我也不會 就是 因為你知道如果你以對方為主 你就是發生什麼事情 就馬上好想跟他說 你就說欸 看完午餐剛剛晚五分鐘送來 就是一個分享這樣 對對對 就是你會 好像他在你旁邊一樣這樣 嗯 但我現在比較不會 定期的分享這樣 定期 就吃了就吃了吃了飯 然後就 可能整個下午也是忙東忙西 然後就欸 想到就在 欸你現在在幹嘛這樣 那如果說你現在遇到一個對象 他是像 就例如說他要五十五個都要 我可以 聯絡然後 我可以啊 你在幹嘛 我不怕問啊 但是我在忙的時候 報備也可以啊 因為我的生活其實也不複雜 哇你這樣真的是 你是所謂的好情人是不是 我沒有 因為我真的不 我的生活真的不複雜 但是我覺得那是 大家覺得我很複雜 對因為我的事情比較多 然後我就是那種斜槓桿很重 所以大家都會 有很多好像覺得 怎麼樣怎麼樣這樣 對 是喔 我覺得 可是你這樣 你這樣感覺好像是你 就是 你完全沒有任何的脾氣 也入入於現在的狀態來說 相處難免會有啦 對 但是 能夠 讓我發脾氣的事真的也不多了 對 那如果可以讓你發脾氣 那代表說那個人真的很過分啊 對不對 通常是溝通問題吧 對啊 反正基本上不要做那種 我距離現在最近的一個啊 就是因為 就是因為我們 在這個事情上溝通不來 對 然後因為我也不喜歡他 就是 呃 在跟你溝通的時候 嗯 翻舊杖 就是他數落你是一條烈士的 這樣 有多少數落啊 這很嚴重 就是也沒有他就是覺得喔 那一次你生氣怎樣 你講什麼 然後你走走走走 然後烈完我就心裡想說 對啊 那我那麼糟 我那麼糟你還要跟我在一起幹嘛 對 翻舊杖真的是有點有點討厭了 所以我就想說 呃 沒關係那算了 嗯 隔了三天我們三天沒有聯絡 然後隔三天我就跟他說 那算了這樣 他也沒有主動想要聯絡 他又隔了兩天才回我 然後就說 呃 嗯 那好像也只能這樣 欸那你們算是很理性 你算是很理性的其實 就講清楚就好了 因為像我的話 因為可能我也我也太 你們火象啊 對然後我就是 都遇到都是一些比較 容易會有一些肢體上的你知道嗎 喔那不行 不是說打架啦 就是有一次也是 在台北的中校復興展 嗯 然後呢 就有點我忘記是因為什麼事情有點 吵架這樣子 嗯 那我就想要上捷運了 因為那時候已經晚上都11點多了 人比較少 我懂 摩扮車 對 然後我準備要上去的時候呢 因為我背著後背包 嗯 他就一把抓住我後背包那個把手 喔好痛 那是不是我就會 人被往後拉 但因為他力氣很小 嗯 所以他整個是被我往前拖著 嗯 因為我走很快嘛 他就有點要摔倒摔倒 最後就摔倒了 嗯 那旁邊的人就覺得說 欸完蛋了是不是我在欺負他 你知道嗎 然後就坐在地上 那我也跟著坐在地上啊 後來我就 一個怒氣 我就把包包放在原地 我就上捷運 我就走了 嗯 然後後來過了一兩站呢 我就心想說 我現在好像有點殘忍 而且你東西不是都在包包裡嗎 對啊 沒差反正住在一起嘛 嗯 然後就覺得好像這樣有點殘忍 喔 我就坐回去 然後就回去 然後算了我就 他還在 他還在啊 他就抱著我的包包 嗯 他就環抱住我的包包 然後在原地這邊生悶氣 你知道嗎 就開始有一些背景音樂 對然後就 我就覺得他很可 就是那時候就覺得 有點好笑啊 嗯 後來就 紅一下就回去了 真的也不行啦這樣 真的這樣因為 對啊 對啊我想說我怎麼都會遇到 真的好煩喔 真的 你需要一些那個 正 比較正常的戀愛對象 我覺得可能是 嗯 因為我最近又常常在想這件事 就是 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我為什麼遇不到 好的人 對的人 對 那其實你反過來想 可能是你自己還沒準備好 其實我覺得你把曖昧時間拉長 你會看得比較清楚 我有想過這個問題 可是通常你曖昧時間拉長 你看得到更多東西之後 其實你就會 就淡了 對你就覺得 好像也可以當棒就好 我也講過 我也想過這種 就不需要在一起了 但是其實都是看你 對那個人喜不喜歡 最後都只是這樣而已 真的喔 對 就像我前一天寫的文章一樣 還要剝頭髮就對了 對 好啦 那個大家可以到 來點光明燈是在網路上可以回放的 大家可以到 Youtube中廣的相關頻道 上面會有我們這些故事荒謬的分享 然後 每兩周都會有一次光明燈跟大家聊聊音樂以外的事情 然後諾諾也都會在 好不好 對 那個改天再來分享一些別的 講別人的好了啦 好啊 我們兩個好像在真友喔 講太多了 對阿 好啦謝謝你喔 謝謝啦 掰掰